好来看到今年度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纵骨客运季年度胜逝 最具代表性的瑞雪香复原拔仔庄古王争霸战 即将在7月6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那么在活动前夕呢工作人员呢是前往复原保安宫来祭拜祈求活动平安顺利 县 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攀前建主持 会同地方各界及活动工作团队等单位人员手持清香 全城祭拜陈皇爷保佑2024重骨客运季 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都能平安顺利 人员车样出入平安及参与活动 百无禁忌吉祥如意 众等叩谢神恩 拜 因着保安宫陈皇爷宗教文化节庆系列活动 而衍生成为客委会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 为花联最具代表性活动盛事的复原拔仔庄古王争霸 复赠推广至今已有二十多年 不仅县政府瑞瑟以及复原村各界更是高度重视 全体总动员来禀报陈皇爷 7月6号古王争霸霸震撼登场 重点还是要谢谢大家 然后祈求我们陈皇爷在我们这次活动时间 能够很顺利很平安 然后天气非常好 希望那天不要下雨 让我们活动可以很顺利的办完 在这边 谢谢我们的主委 地言 乡长首领党团队 还有我最敬爱的三个村的村长 还有长期借用的复原国小校长 都谢谢你们 2024刻骨明星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7月6号下午2点 尬古竞技率先在复原国小展开 接着傍晚6点的龙师鼓舞响回篮晚会 则在保安宫登场 除了有历年古王争霸得奖鼓队 相遇国内外的基隆长新旅师傅龙师团 九天民俗记忆团也都将登台演出 搭配在地农特产品的展售活动 要让大家对在地客家洁清文化刻骨明星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